大家好 今天要講課本的第二章 WAT Distribution 大家好 我是李莊涵 今天會講的主題 裡面內容 就是會從開始 ManagerWeb 然後到Manager Distribution 然後 MultinomialWeb 還有Gustom Board 然後推檔到後面 基本是個Tea Distribution 然後就是 混合的那個導師 以及後面會講到就是說一些 分佈他們可以把它轉成像 Exponential的那個 就是看那個 Formate的方式去把它轉過去 然後以及最後會講到就是 看來跟著體格 對一些那個分佈用章 區間裡面看有多少的資料可以 看那些機制 的方式去算 的一個方法 那一開始是講 Manager Variable 它就是說一個新的 X是屬於 1到1間 那如果是說像是硬幣 或者是要 正面或上面 那X等於1的值 就是講說是 硬幣要上面 那可能這是一個 其他事件就是會有 μ和1-μ的基因 然後就用μ來去算 然後μ是0到1之間 那白眼五一試驗就是說 每次試驗就是 看起來試驗都是獨立的 所以就把上面的方式這樣 因為是獨立的就變成 譬如說 它今天有X次等於1有X次 那就μ的X次 乘以1-μ的1-X次 就是它的分佈的數學式 下面提供兩個就是 它去算它的起動值和 Varance Varance 就是 Miss Quarging And Screaming 就是算出來的 等於這次 我問一下 在場的 有 以前 當學生沒修過機率了嗎? 沒有 我其實沒有正式修過這個 對 我說 中央這樣講 可以 可以理解 OK 好 那如果有 我聽不懂 在稍微 可以討論 看看 那 剛剛是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它的那個 金分佈 然後下面就是 一顆例子 比如說今天有人給它 SET S1 S2 那這個SI 就是 這些東西它是 一到一 然後 並且 但是那個ID 就 獨立而且有相同的分佈 那我它來去 冒出 X的那個 金分佈 PS 那這時候 其實第一章有講到一些 就是 這種 快 旁邊的題材 就是 Gin 然後 跟Nutons的金分佈 然後 Costeer 或是Gin 就是 deasset的 然後它的 在給定了 deasset 然後看到Nuton的分佈 那 那個力固 就是 給定 Nutons的時候 它的那個 deasset的金分佈 後面就是會 其實因為它的IP 所以 px2 就是 這個值能連續成 那 這個值 就是剛上面講到的 所以 就會 就把它 成效 那 一般來說 就是會去拿 它的那個 那 那 那 詞 所以 會取動 之後 算出來的詞 再把它 騙一份 去等你 就是 然後 其實這個 詞的話 就是 最小值 最小畫它的那個 sum of the square sum of the square sum of the square 那 可以算出來 在 anual的那個 mu值 就是 最大化這個 趕取動這個值的時候 那它算出來 因為 由上面方式去算 六個等級 就可以取得 後面 找出它 是n分之一的 這個 那這邊是提供公司 就是 用上的方式去 計算出 它的最大值 就是 n分之一 那 下面就是 說一個例子 就是 如果有n的資料裡面 它 就上面是n的資料 裡面 有n的 是x等1 那它 就可以把它帶動詞帶進去 就變成 分之n 因為 它有n的1 然後現在是 那其他就是 在給定的 m的時候 它x等1的幾率 然後 後面只是 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說 就是 m可能 在檢定 n和m的時候 m的分布 就是說 它在 n的資料裡面 有n的 是等1 所以 n選m 然後 mu是x等1 的時候 所以 m是等1 1-m去成 因為 n的資料裡面 m是x等1 所以 n-m就是 1-m 就是 那這個體力大概 所以要說 這個就是 那 這樣算出來 然後以及 看它的那個 那個 提望值 就是 後面的 算是怎麼帶進去 就是用錢 那這邊在講說 就是 Beta的 Distribution 介紹一下它的 定義 就是 這邊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幹嘛 a 的時候 它是 積分的 x a-1次方 成為 exp-x 這樣積分出來 那 Beta的Distribution 然後 在 鐵定 a和b的時候 它m的 寫字幾率是 長這個樣子 就是 -a-b 除以-a-b m的 a-1次方 b-x 哇 不好意思 欸 有沒有機會 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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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 還是什麼 不是 就是整個 幾個 幾個 還是這麼小 這樣有全螢幕 沒有 但是 因為我看上面好像 整個網頁好像還是有空間 好像 所以我沒辦法滑鼠 路線 拉大 是不是 這樣 好 好 那 這樣子就是它的 潛質幾率是這樣 然後 mu的話就和剛剛一樣 就是說 從0到1的數值 那a-b就是 大於0 那a-b是 它的 就是它的 分度 那 它特性來說就是 Beta的 這個 要積分起來 等於 0到1 然後 下面就是 做一些計算 就是 這邊大概 負上它的數值 就是它 期望值 那 後置幾率的 mu的話就是 這邊會介紹說 它 假設說 Data裡面 有 N比 一樣 然後 如果 要 x等於 裡面的 L 就是 N-m 那 m 是 s等於 那 m-m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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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1 -1 -1 -4 -1 ox -2 -1 -弊-1 -1 可以這樣子去用嗎? 中堂,我們聽一下 我這邊有個小小的建議 講法 我覺得會比較偏重 這個 distribution 它有什麼 key point 比如說,剛剛有講到 一開始的 binary 然後講到 Bernoulli distribution 最後跟 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擴展還有連結在一起 Beladius學院 它為什麼是 posterior 我覺得 這樣的概念 對大家來講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這個數學定義 他就寫在那裡 他怎麼從這裡 這一次推到下一次 就我剛剛講 開始講之前 其實 會的人 如果數學好的人 他自己是有辦法推導出來 他數學 那個基礎訓練不夠 他也很難在這情況下 在這麼短的時間去把它搞懂 所以這樣子 換個方式 來介紹這個東西 會比較活潑一點 不要 講 純數學的東西 可能 大家都會睡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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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 前面的 為什麼 可以由 原本的 Bernoulli distribution 然後衍生出來 Bernoulli distribution 他概念是怎麼 如果你有看懂的話 就是N式的那個獨立的那個 那個 對 就是解釋給他講 就是說 這個 distribution 的 key concept 是什麼 而不是 他的數學是長這樣 然後如何從這裡推到那裡 好 好 那 這一邊的話 我的理解是說 他 原本是他 嗯 分佈是這樣 這樣子 那他 可以應用到說 現在有NB data 那 Data裡面 X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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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佈 如果是這樣指定的話 他會等 這樣子的結果 然後 他是 推表出來 嗯 其實 有一些過程 但沒有洗牌裡面 就是他會 X等於 可以用來說 就是去算說 那他現在 X等於 的機率 他其實不會等 這個期望 那 那 你這邊去拜的話 就是 拜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 之後的包含測量 如果 如果牽引到 這些數學 他可以視覺的話 比如說 書裡面其實 有蠻多圖的 Figure 可是看圖會比較容易掌握 他的精髓 其實這貝拉底有點 所以 很簡單透過 A跟 V 去調整 0到1之間的 機率分佈 對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他只是說 Follow他的數學式 他有一些特性 那再來是 Machinomial variable 它是一個 K dimension 然後 他資料 就變成 S1到SK 所以就是 這麼多 就是這樣 然後他所有的機率 加起來是 什麼 那 這一個部分的話 他的分佈就是 因為K的 所以他 一樣是 Nu N Expand 這樣子的分佈 那 就是 下面他介紹 就是說 Machinomial 那 這個部分 他前面那邊 就會好像 那 這種 就是 這個部分 不平衡 然後 這邊 一樣是 一個介紹 一個範圍 就是 說現在我們只要set D 那你去看他的分比 資料 就是 S1到S2 那他有一個方形 就是 會把 那個 叫set 就是 前面是input 就是input的 然後 到那裡 這個 他在記錄書 他去 這個東西去 顧稱 這個 那 他的計算 就是 剛剛介紹到 這邊的 數值 把他帶進去 裡面去計算 這些 那 如果要把 最大化這個東西 一樣就是 前面有講到說 會取用 然後 取用之後 等於 去計算出他的 明天那時候 就是看 最小的 誤差 然後 這個計算是 用兩個 用錢去 證明 這邊就 不講 但是 就是 大概介紹不到 這個 數值 這樣 這個 我不是很懂 這樣 要打斷一下 我講一下 我可能會採取的 一個 講解方法 比如說 這個時代 在介紹 Malino Malino Variable 那 從剛剛我們在講 BineVariable BineVariable 就是一個變數 那在這個變數 它只有0跟1 這兩種 Caps 那 MalinoVariable 就是 從一個變數 SingleVariable 擴展到 多個變數 所以 這裡的 MuK MuK 其實就是 它的機率 Probating 那我們知道 一個變數 它的 那個 Variable 也是MuK 那我現在有 N N 變數 這裡是K K K的變數 所以 我就是把 K的變數 彼此的機率 相乘 因為每個變數 有它自己 產生的機率 然後我現在有 K的機率 所以就是 第一個一直乘到 DK的機率 的變數 相乘 就是等於後向 我現在是從 K的變數裡面 取N次 所以前面再乘以 NN等於0到1 結果每一次 不同的機率 整體 K的變數 的機率是這樣 那我做了N次 所以再把 這個 K次的 這個 成你的N變 因為每一次 因為我做了N次 所以第一次 的K 跟第二次的K 這樣可以 所以這樣成成強 就是整體的機率 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 那個 聽者會比較容易 進入狀況 那剛 就是 您介紹完 這個 就是Nigofunction的 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就是後製機率 它會和前期 以及成立 那個 就是它兩個公司 所以其實可以去 互開 那如果是要去 最大的 那個 那個 指的話 就是 就是取Norm 能夠算出來 那就是 我更有名的那個 前置機率 跟後製機率 這樣的 定義 嗯 前置機率的話 應該是 批命 這個 就是 它是批命 你的時代裡面 有那個 背式的那個 這個 跟 跟 像 這個 值 它是因為 背式的那個等式 然後 這個是 或是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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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且是機率 乘以 那個 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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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在 data set的 condition 底下 是不是 我的意思說 如果是 p p m 後面是p m 跟 under condition 代 d 這兩個 其實在 解釋上 應該就 p 就是 厚實機率 基本它是有 condition 是嗎 對 在什麼樣的 condition 下 就是 deven deven 這樣子的 asset 對 比如說 簡單講這邊的 p m 然後 concern d 就是你給定 d的 機率分佈下面 mu的 機率分佈 所以 如果上面的 p p m 它是整個母數 就是因為它沒有 geven 對 那我就說 它是不是 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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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mu的機率 對 結果表示是 那母數是很大的 嗯 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算數 就是對所有的 可能的d 都把它上起來 哦對 就取部的數字 或是有一個人在裡面 d 各種各種的m 就把它加起來 ok ok 就是上面的那個prime prime 對 還有配上d的機率 ok ok 這邊 這邊 所謂prime 就是說你已知的機率 你可以把它 prime想成是已知的 然後posterior想成是未知的 那我如何從已知的 然後成上它的 它這數裡面定外另外一個 其中一項叫likelyhood 就是 已知的成上likelyhood 就會正比於posterior的prime 就是有點像如果 就是有點像如果 如果硬幣只能比我 上面下面這樣 那如果 那如果 那硬幣是不公正的 就是0.3.7 那它會是 正的 很輕的 那這個指就是 就是這個證明就是 可以分這個方式去證 主要是說 就看說 在怎麼樣的mue的情況下 是被最大方的那個方式 然後就用去弄 然後 等於一樣 就是可以算出來說 它是mk除以2 這樣子 mk就是 剛剛說到的 它可以每一個 就是 次方的孩子 加強 這邊是講那個 高層的分布 如果是說 一個 其中一個varyote 是 它倒是分布的 的話可以寫分 那x它給定的就是 這個mue就是 那 平均值 它是varyens 然後它會展成 二臺varyens 然後 開根號的分子裡 成為 Xp 它的次方式 二varyens 分子-1 然後 x-0 比較密的 嗯 這邊都是把 要把它打出來 就是平方的 那今天如果是 低膽人選的話 就是會長下面這個 那樣子 就是它變yote 然後它mue varyens 就是 它就會變那群 然後這一次 變yote 然後就會長下面 成那群 就是 這邊就會跟這個 然後 這個方式 它上面 然後 重要是說 後面看 如果想要推 它的分布站成這樣子 就會去看 然後 就是 把它變成造型 模式 然後去 找出它的認識 跟什麼 欸 小小問一下 有人真的 應該是學生時候 長大了 應該沒有人會幹這種事 真的去把 這一個 這公司怎麼來的 整個 理解一遍 就為什麼 然後 高師 它分布會長這個樣子 有 看看以前有些 物理型的人都會做這種事情 就被 我印象當中 好像那時候 那個在台大上記憶課的時候 印象當中 maybe有啊 他就是公司長這樣 然後公司長這樣 後面就推倒 出一大堆 有沒有 中央極限定理啊 我猜 洛斯亞就這樣子 物理的那個 細體的時候 大概是能做這種事情 我猜 我猜 可以用 白話的方式 再講解一下 它 這個公司 為什麼會長成 像 就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 像一個 像中型曲線 可以藉由 這樣一個 exponential的公司 再建築 這個我倒是 這次也有準備 可能以前 許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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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補充一下 我會講幾度的 這個 感覺啊 可能不完整 就是說 你先造個中型曲線 那你可以自己去調它的尺度 例如說 用它的那個 verance 去調尺度 就好說那個 然後你再調一調它的 平均位置 你就好說那個 就是一個減U onmute的位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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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你只是造一份 這種東西調尺度而已 那前面 exponential的前面 為什麼會 就是那個 係數 會是長這個樣子 本來也不需要那個 可是如果假髮 真正 說它是兼律的話 它是 基本起來 等於一一嗎 喔 為了normalize 基本起來 等於一一的關係 OK 所以前面那個係數 exponential的前面的係數 已經是這樣才來 OK OK 那後面這邊就是剛剛 有介紹的專用極限定點 就是說 它 有n個barrow 然後 xd到n 然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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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大的時候 就要去向 分過去向 一個角色分布 那 這邊就沒有證明 就是 可能 網路上應該會有 像樣的證明 然後這個是 機率課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中央極限定點很重要 有興趣的人自己看機率的書 後面是 後面 就是說 主要介紹這個設計 就是 因為 可能有方式 從 n 微 到m 就是做一個定射 可能y等於 s 就是 U 這個設計算出來 不是 它 記憶設計算出來 是一樣的 那 這邊的話 就是大概介紹說 那 這個矩陣是怎麼算 就是 看到一個 fx 就是 去做 映射 那這映射的話 它是會做 母份 這樣子的母份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 這邊的話 就是 x1 x2 那 那 它映射到 m 它主要就是介紹 py和 px等級的 正部式 我 我補充一下 如果 可能大部分很知道 可能很少 不能不知道 如果不曉得什麼是 Yakovian 可以看 我們之前 念的 Newal Network 那本書 它 它 對於 Yakovian 舉證 介紹的 稍微 比較多一點 那下面就是 開始揭露說 那如果是 條件本來高是 分布 那 右邊是 又筆記又說 行 全來隨之 Ai 等於 Hs 那 後面會很大 那 這邊就是 先 假設說 x 它就是 低等級的 那 你把 拆成 兩塊 就是 XA XA XB 那 就是 XA XB 那 它 有對應的 你的名字 就是 UAMUV 那 它 coverance matrix 就會長這樣 就是 DNR 那 現在 它的 就是 GEMS DISTRIBUTION PS 就是 P XA 這個 XA 然後 XA 這個 XA 然後 其實會等於 右邊的 這一個 就是 XA 就是 XA 就是 XA 這邊應該是 蠻直覺的 就是 如果是 但它現在是 低等級的 那 它應該會有 這個特性 那 下面就是 介紹到說 它的那個 那個 就是 定義就是 這個 給定XB 這部分的 情況下 它 XA這部分的 那 推動部分 就不講 就直接講 結論它的那個 會發現說 它的 其實是一個 XB 的 音樂 它也是一個 XB的 音樂 然後 Proverance Metrics 部分 這邊 和 XB這部分 就是 不相關 這樣 那它這邊 特別是 嗯 是馬上介紹說 它叫做 音樂高雄 那 不過就是 大概 再介紹一下 那這邊 倒是沒有 看 導說為什麼這樣 可能是因為 密的路上 是密 這邊是密的方圈 那一般來說就是 如果 如果 在GENERAL的那個 導師分布裡面 就是它 其實是可以看它的 這邊的話是 看它的那個 就是指數項的部分 它 之前這邊是可以拆成 這些 就是 因為是 導師分布 它會拆很多 然後 這邊的話 我就沒有仔細算 看到說它可以 再拆 然後 這一個指 會等它 推動部分 就沒有 附上去 那再來介紹的是 MARCHINOL的高式分布 MARCHINOL的高式分布 其實它 剛剛一樣 就是拆成兩部分 那MARCHINOL的 那個分布 就是 只剩下 例如XA 或XB 那這邊是橘子XA 的引擎分布 那它 其實就是 P 就是 GENTER 去把 XB 這 PART的部分 去拿 這樣 那 可能會 就是 我們剛剛找到 那個 資料 就貼上去 這個紙捲 這個部分 那如果是 嗯 其他部分 是可能 推導部分 會看到 像這個 就這樣 把它拆開 大概附在右邊 這邊 這邊 就沒有詳細的 去介紹推導 就是把 大家在看課程中 用到的 這樣進行方式 然後 這部分 就是 GENTER DISTRIBUTURE 那 它現在說 就是它的椅子 MARCHINOL和 核心 就剛剛我們介紹到 這個就是 MARCHINOL和 提出的 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 以致這個是 條件的機器分布 是 像這個樣子 那 現在想要去 就是找到說 就是 它的 嗯 轟油桿 就沒接到這個 這邊 等說 在 就是 後來是想 我就想 接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 它想去 求促它的 GENTER DISTRIBUTURE 那 PG的部分 就是 它是 XY 然後 PXY 它會等 其實就是 條件的 機器分布成 它當然 完全要繼續入修 那 這時候一般 就是 其實 做法是 去求出 MARCHINOL來反對 他們的 告示分布 不過 就是他會 去觀察出 Exponential的指數 線 那就是 取弄 就是對它 這部分 取弄 然後 接著把它拆開 拆解 然後 再就是先去 拿它 扣認識 那這部分 就是觀察20項 20項的話 在右邊這部分 看一下 就把這個 把它拆開 裡面去找20項 然後會發現 這個部分 是它的20項 然後 算出來 它可以把它精進成 這個樣子 所以說 就是 TOLERENCE 因為 看到是 中間這個 所以 這是基底 就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 聯合間分別 然後 開始完成 所以中間這個部分 就可以把它 放進來 這就是 它的 它的 因為 它是把 它帶上 這個模式 所以 MARCHINOL 它是長這樣子 把它帶進去 之後 會獲得 下面這個 屍體 然後 如果是要獲得 MARCHINOL 就去看它的次項 就是 會發現說 它的次項 就是 右邊的人 然後會等於它 但它其實是 要去 等於 ET R 然後 E Z 其實就是看右邊 因為一般 一般 分布它的 植物項 就是會 從一種部分 會長這樣 所以說 這個部分 就是把 我們現在是 接得起來了 所以就變成 Each's course 然後 就這麼做 然後 等於 因為它的 就是R 然後 再乘以 M 就是它平均值就是 就是 期望值 所以 這一項其實就等於 這一項 我們現在 獲得 右邊正向 的話 就把它 這個等於 把它分佈 然後EVERSE 所以就變成 把EVERSE 然後乘以 右邊分佈 就可以獲得 這邊的字 那最後就是說 PC 就是它的 聯絡分佈 其實就是 它這邊 是 期望值 就是 Coverence 的部分 就是它的分佈 那上面已經介紹完 就是它的 條件 然後 化學網 和 分佈 下面是講 高四 和 貸貸貸貸 的數值 怎麼算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一樣 最開始 我們講到說 第一項人群 它的分佈是長這樣 那就是要取用 然後 會算出來 這樣子 那這時候就是 直接 對MU做 因為它有兩個 就是兩個變數嘛 然後對它做 片尾分的時候 改變 假設等級 那就可以算出來說 MU的N文字是多少 然後 Coverence 的部分也是一樣 對它做片尾分等級 那你能夠算出來 這個數值它會是多少 結果會長像這個樣子 以上是大概是那個高速的部分 那下面的部分 這一個 如果我們講到喜歡選的 estimation的部分 這是用來說 針對 N比的DataPoint的資料 我們要去顧測 就 estimate它的 平均值 那它提供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Newton Amurant的N 它其實會等於 就是N分之一 就是它 N應該就是N比字樣 那它N原 它是N分之一 的這個平均值 因為它是 N比字樣的平均值 它就是這樣 那它可以把它拆解 就是說 DN理由把它出來 那前面 N-1把它拆出來 那後面這一項 右邊 這個要推倒就是 它其實這樣會等於 它那 就把它過去 所以長這樣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個再把它帶回去 這裡 所以這一個 N-1 就放到 這裡 等於是這一項 把它拆成這樣子 然後再次 那這時候 再把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拿傳媒N分之一 就是 拿前面 然後等於後面這一項 那之後發現說 欸明白 N比資料的平均值 或等於N-1 再加上 N分之 就是 DN比資料 寫掉 前面 N前比資料 平均值 那 就是客人 就講到說 那這邊就是它 就是它的N型 就是用這樣子去算 那用這方式 就可以去 多算N比資料它的 平均值 欸 好險 我問一下 大家有看第一章嗎? 知道這裡的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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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什麼? 我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 求那個 Method 求Method 最大字 對 就是 Method Method 在這書文裡面的 定義是指 就是 Liquity Function Liquity Function 就是 其中的一個 那個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這裡的 Method Method 就是 會得出 最大的 Liquity Function 值的 這個 Liquity Function 會最大的 這個 就是 它的 所以 Method 這邊 裡面的 μml 對 它是 Method Method Liquity Function Method 它不是 Method 它是一個 它 它的 代入 這個 它會使得 那個 Liquity Function 最大 對 這個 Liquity Function 最大的 對 對 它的 所以 Method Liquity 意思是 這樣 意思說 假如有 N個 Dalse 如果是 Muse 它的 來點會是最大的 意思是這樣 對 對 對 下面是一個 就是說 Base Eference 針對 Mu 一樣 就是 N個 Variable 就是 以致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X就是 X1到 X2 那以致它 Variance 長這個樣子 那Liquity Function 就是 在 以致Mu的情況之下 那 會長 因為是N個 所以 相承 那就是 長 右邊之下 那 就是 Mu 那也是 導師 但是它是Mu 那很像 那 這時候 它的 Osteer P 就是 Osteer 後製機 那 給定 那個 X Mu 那會是 因為它N的 所以 N 然後起碼N 這個值 那這個值它 這邊 這邊沒有推 就直接寫 這邊沒有推 打丟起 基本就是說 它們會長這個樣子 那 聽懂嗎 N 這個 平方 分之一 也會長這個樣子 那從這個公司 會發現說 電量數量很多的時候 其實 它就不中了 就是說 它N落很多 就很大 然後 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不見了 然後 就難掉了 所以 這邊 就等於 因為其實就是 因為M 就剛才提到說 Mu Function 最大的值 的時候 它的N的值 而是 也就是說 不要這幾個 要數量很多 Pyre很重要 那如果是很少的時候 因為M 沒那麼多 那Pyre就會 想中了 因為Pyre是和 Sigma 然後Mu相關的真相 就剛剛我們提到說 N落 把N落無限大難的 N落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 後面這邊是介紹到 就是 T.H. 尤其是 分布 那 如果是 布的話 講的 接著 它是用 Final Prime 機率分布 是用 乾碼分布 就是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那 天界分布 的話 就是 P X 就是 就是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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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我們可能會 到 右邊的 然後 就是 T.Distribution 就是 把上面的 公式裡面 就是 這個可能 2A 然後 放在 地方 那 它就很容易 假如 這是它自己的 那 就 淡進去之後 我們可能會 右邊這樣子 就 接著 那 這部分的話 就是 它 畫圖就是 看出 它的 自有度 是 有限大的話 就看起來像大聲 有限大聲 有限大聲 然後 密的話 就是 因為它的大量 可見有限大聲 然後 右上 就是 它 有限大聲 然後 下面這邊是講到說 Visius 這個 你放了這樣圖 其實它這本書裡面有另外一個圖 它 它才真正講了 教人提 它的精髓 其實我 剛剛講說 我們 讀 這本書的任何一章 這裡面的任何的數學公式 它怎麼推導 它的每個細項 除了參數很重要 參數它的意義是什麼 除了這邊它怎麼 就取代 從 Vu 2a Num 它這只是 在數學上面的替換 重要是 這些參數 它影響是什麼 比如說 這邊的Mu 你可以看到 當 Mu 趨近於 無從大的時候 它 就是 變成高次分布 這邊有寫 下面有寫 下面有寫 Mu 趨近無從大的時候 它就等於 高次分布 一樣 那 重點 這本書 另外一張圖 它提到重點 說 CMT 它的優點 是什麼 我覺得 這是這個小節 真正的精髓 而不是 講說 CMT 然後 發佈到公司 而是說 為什麼會有 CMT 比如說 現在 需要用統計的 應該沒有一個 不知道 CMT 這個東西 因為 他們 在 做實驗的 一些 統計分布 Data 幾乎都會 不管是 發論文 還是實驗報告 都會很常用到 那 為什麼 不用最簡單的勾選 而要用這個 書裡面其實有講說 CMT 其實是後面要講的 就是 一個廣義的 Mixure 或 Gaution 書的後面 提到 Gaution Distribution 它的 引擎 所以 才會有後面講的 Mixure 或Gaution 不知道你後面會不會講 那 有一張 你沒有秀出來的 在書裡面的 原本 你的資料分布 它有一個 Gaution Distribution 這個 中型曲線 在那 那 這些Data 都 FIT 在這個 中型 都選了 要知道是哪一張圖嗎 2 2 16 其實比較可惜 這一小節重點 其實是 可以用這個圖 就是你待的 下一頁 客人的 其實 如果 單就 student distribution 有兩個 key point 我認為 第一個就是說 這裡面 這個 須向 如窮大 整個公式 就 其實就等於 一個標準的 Normal distribution 這是 第一個特性 第二個特性 為什麼會發展出來 其實 我認為也是為什麼會發展出來 Gerone distribution 會被廣為 廠用 它其實是一個 Gaution distribution 的多重疊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圖2-16的時候 右邊的圖 它有三個data 三筆資料 它不在Gaution裡面 裡面那個 紅色線 那個就是 student T 但是 那個 綠色線 就因為有三個data 而使它的 勾選 整個是真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 如果 待會兒要講 Mutual Gaution 或是 你之前有看書的 這部分 它其實是 把Gaution 做 不同比例的 疊交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 因為 Normal裡面就是 一個中型曲線 所以你的data分佈 如果不是中型曲線 就失真了 那一種解法 我們之前在讀上一本書的時候 其實也有幾個應用 它就是 類似像 Basis Function Basis Function 它本身就是 可以是個Gaution 那 藉由不同Gaution 然後 利用參數 比例 不同的大小分佈 我們就可以去 fit 你真實data 它就不是一個簡單的 中型曲線 它就可以 像高到低低的3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邊 只是單純的 調這個 Nu 你就會看到 這個中型曲線 由下到上 所以它 藉由 不同的 Gaution 的疊加 它會 更容易去 fit 你真實data 它就不會 那麼容易 受到 這邊所謂 Outlier data 那麼 Sanitive 因為它有好幾個 在疊加 所以它會把 效用減低 這是為什麼 這一節裡面 它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特別提到 一個 叫 Robinx Robust 應該有 我忘了在哪裡 就在那個 第一個 2.16 它的 第103頁 的下面 就 Lesside 2-4.47 跟 12.24 中間的文字 它就 特別提到 解釋這一段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當然 大家看這本書 特別是講者 我覺得它 應該要分享給大家 可是 它的精髓的部分 那 這本書 說實在 真的很難 我想對 除非數學 是特別好的 例外 對 很多人 都是一個挑戰 讀得 很痛苦 那 其實我不會 要求 大家 一定要按 按照 假設主講 按照 每小節 一個一個講 當然 如果 你的能力 動時間允許 你可以全部講完 當然 這還可以 但如果 時間上 來不及 把 Key Point 講出來就好 或是 那 那 我覺得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 我覺得 花 一些 額外的時間 去理解 這東西 你可能它書上 解釋的 不是很清楚 那可能在別的資料 網路上的資料 或是其他書 這本新能力的書 其實也很多 最近 這五年以內 出版的 很新的 可以當作 交互印證 理解 知道 這樣子 但是 我又一直在強調 我們 讀這本書 是要學會 怎麼用 而不是 裡面的數學 怎麼來的 那 你懂它的數學 怎麼來 會比較容易 有 掌握 比如說 幾個例子 它後面 最後 書的最後 再介紹 Nomparametic 五母素的 估算 Estimate 最後是介紹 Kaneers Kaneers Neighbor 所以 簡稱Kan 那以前 我們寫Kan 基本上 就是 那個資料點 然後取 鄰近的 Kegan 最鄰近的 Euclidians 最近 我們的理解 都是 其他的書 都是這種理解方法 可是 這本書 可能是一個比較 數學的觀點 來告訴你 這個方法 為什麼就是這樣子 就要直接 就戳到那個 對 如果你有去讀 然後 試著去 讀懂它的話 你就會 豁然開 比如說 當初 不管它是數學意義 還是物理意義 就是比較具象的觀點 它當初為什麼會 有這樣 我們 用的人可能 就很習慣 書上這樣講 就這樣用 從來 我會去理解說 它為什麼這樣子用是OK的 比如說 在學禮上面 它是佔得住解 原來 原來 它其實是 對 它是背後的 有一些 它的 反省的東西 好 不好意思 答斷 不會 不會 那 謝剛剛這個不錯 那 這邊是 就是那個 Mission 導師 導師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一個 多的導師分布 去做那個 線性的評價 所以就會變成 這邊會有 情況 然後把這些 就是 加強它的 這個是它位置 就是 做導師 然後加強 整個新的 分布去思考 好 我突然在答案 所以這邊的 PiK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參數 不妥得高師 分布 它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的一個權重 要給它比較多 還是給它比較少 那想Kmeans 哈 Kmeans 就是 第八章 那個 期望最大 那個觀念 你說 一勝就是 我不確定 就是Kmeans 這邊這一小節 只是 高師的線性疊加而已 就是 不同的大小的高師 把它加加起來 那你等於是說 這個就是Kmeans 就是有一個混合高師模型嗎 對啦 其實混合高師 可以是算 這是廣義的 對 它的一個狹義的東西 叫硬的那個邊界 好像就是Kmeans 硬而已 對 就是 你一個點 你 規程 不同的類 你怎麼規程 應該 OK 那我 可是它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 這邊 這邊是單純的 按照不同的權重疊加而已 就是 提加完之後呢 可以展開這一個分布 然後 下面是它的 就是 算是它的條件 就是說 這是權重 可以跟它全面加強的能力 因為權重是 一種道理之間 然後 這一個 分布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改成 變成 然後 然後 給它強強的 再看 就是 就是 類似這樣子 這樣子 去把它加起來 那 這邊就是 就是說 現在有三個 那個高師 然後 特別怕氣勢 這就是 當然 OK 就是 架強之力 就是 這一個 那就是 在一半之間 然後把它組合起來 之後 它貼詞 在這個樣子 就是 這一支 然後 就是 然後 右邊的話 就是 它那個 就是 畫一個 設計器 在這個樣子 那 下面是 介紹說 這一個 它的機率裡面 它又是 像前面的介紹方式 它會有 Curfer的問題 就是 剛剛講到說 PK 就是 那 那 A-book function 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它 A-book function 然後 就是 路路 然後 前面 就是剛剛提到 做這個事實 但 如果 後製機 就是 等 這個 S-0 然後 成熟的時候 做 做計算 就要提展示這幾個 然後 我們是看到說 不要被它取動 這片 它 取動之後 然後 就是 裡面還有 一個 care 那 它就不是 那 那 就是 它的結果 其實是有限的數目 的那個 就是 結果 然後 就是 陳述 但它這個部分的話 有可能是 就不是這個 應該是 uncare 這個 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要去算它的那個 NSA-IP 可以上去 的話 特朗上 是說 用EM 它都有 之類的方式 可以去解 那我是研究你們 在介紹的時候 說 不要 像前面一樣 取動片的部分 去解釋 那 下一個就是 介紹到說 就是 你可以回到 前面 再前一個 其實 介紹這個 要以這個 圖為主 來介紹 你看 看到 有沒有 這 0.5 0.3 0.2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在調 這個quotient 分佈的大小 那 你今天如果說 你的detribution 是長 像V這個樣子 假設 是在一個 平面上面的一個 資料分佈 它真實的資料分佈是長這樣 那你用一個quotient 永遠都不可能 來代表你的data 所以 這個 Metual 鉤選 或是叫GNN 就是把很多個鉤選 按照 這邊的這個 這邊好像 數字叫pi pi 其實就可以把它 想成是 一個權重 就像那個 神經網路裡面的權重 帶給它不同的 quotient 然後就可以組合成 B這個圖 對 C這只是它 那個3D投影 對 對 那下面是介紹 就是 它的機率分佈 必須被 就是 輪廓 塑成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 然後把 機率分佈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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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就是說 會取三個意思 它用分佈 或者是 它用分佈 或者是 代替的都是 都是這種形式 那 如果是想要做這種 轉換 的話 其實就只是 把這東西 然後 前面的價值 然後 再把它轉成 像這樣子 那 它會發現 所以 那一個 就是 像 SX 就是 就是 X 然後 就是 這個 G E 這個方式 就是 1-1 那 這邊是 X 就是 NX 然後 這個值的話 就是 E 就是 長這樣 它其實從那邊 你會反過就是 它就是 平均值 所以 就是 它們的事件 就是 今天其實 它會是長這樣 就可以定成 方式 那 後面的話 就是 我們用的 Distribution 就是 把這個值 展開 然後 然後 就 帶進去 E X 那 不太好 缺氧 嗯 這叫M 那就是 ETA就是 ETA就是 ETA 因為 ETA是在 前面的這個 概念都一樣 就是把它轉成 那樣的 學識 那樣子 所以 像是高師斷步 的話 我常常是 這個波山就把它展開 那 它會必須等這個樣子 那就 是 像是說 HX的話 就是 等於 這個 整個派 二分之 負一次 然後 然後 MUX的話 就是 這個 還有這個 所以 就會變成 SS 平坦 那 會分兩部分 因為是在裡面 所以 它是 ETA的 Trissport 成立 MUX 所以 它就分兩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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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拆成 ETA就會 那這部分就會 成長 就 這個 然後 那 就把它 拆到 裡面 它是 G-ETA在外面 然後 搭配 就是 MIRRORANCE平方 它 二分之一次 把 這個下面 這裡 轉到這裡面 那其實 這是展開 就是在這裡面 那 只是把它 帶給我 這裡面 應該是 它大概是 就是 硬湊 把它 轉到這裡面 那 下面是 講到一些概念 就是說 那 可能 Pri-Priority 等於 的時候 把這 Postura-Priority 變成 所以說 有一個 一種叫做 Non-Informating Priority 就是說 既然不影響到 Postura-Priority 的Priority 就是 剛剛說 P 這邊是 亂說 那 他舉了一個 意思就是說 假設 就是 Ti-Priority 就是 他舉了一個 他舉了一個 場數 然後他是 非常。 那 他就不會是 紀念過去 或是 紀錄的 前置紀錄 那 前面的話 因為我們 看到各種紀錄分布 所以都會受到各種參數影響,它經歷者 那它特別有講到說這個叫做 Parametric Approach 那以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 Parametric沒有 就是說用一些少數的角色來做 它的經歷者 就是它的經歷者 那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看它的Datacoins 在某一個特定區間放裡面 去算 這邊有點 像是說 如果區間裡面它 假設是0到5或是0到3之間 那類似它可以去指定它放 那裡面有多少資料品在裡面 就是去算它的經歷者 就是它有多少個在哪裏 那後面是有一個叫 Countensity Example 就是說 嗯 因為這個我覺得比較像後面這樣的概念 就是 我們XB會被觀察到的時候 它出現的幾乎是多好 那它就是去看 相信區間內 它只要點出現的如果很多 那它 這X它出現的幾乎就高 那沒有被觀察到的 那如果是 就是它 不是這個情況就是比較少 情況太清楚 那 那這邊它舉個例子 就是說它 拿了一個 就是Rage bar 去 它在R它是比較小的一個 這個Cube 就是一個 一般測法 比較小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是在 後面X的地方 那它要去決定說它的 機率的密度 那這時候 它要去計算說 在這個區間裡面 對 假設開了K個大Q的字表點在裡面 那計算方法就是這邊有一個 看能量的函數 假設說它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區間 就是二分之處JES 裡面它是兩位 那今天在這個 H5裡面 然後這次要剪掉 這20塊就是 應該是距離那個 只要比它 全部加起來有多少 有一個更長的 比較明顯是這樣子 就是 H5的話應該 應該是它們要寬度 然後 它的 Extimate的話就是 PS 會長六個資料 就是 二個資料 一個資料 然後 然後 就是 應該說 一個類型 然後 藉由這一個 函數去算出來 它 結果 幾個資料 所以說 假設在這個區間裡面 就是像 那一個小型的區間 它裡面 無私筆資料裡面 它有 這個區間 有五個 那應該 就是 那 五十分之五 就是類似這樣 有可能 還是要看 它方的領域 但 我們理解之大 還是 它出現了多少 製造的領域 其實 只是製造 那 這個是 它裡面的 畫面 這個部分 倒是 很 剛才有看 那個 之前 那本 實務的書 Handbook Data Science 它 我們在講 然後 最後 最後 我印象如果沒記錯 就是在講 KDE的始作 大家 這最後 這個 Nontane Metric 的部分 有看嗎 它 介紹了兩個 方法 一個就是 這邊的所謂 Kernel Density Aspermator 它其實是把它 取一個 叫Hypercute 把它想成一個 那個 那個球體殼 那 Kernel Density Aspermator 就是在這個 球殼上面 它 固定 它的 體積 然後 算 那個K的分布 分布 它 它叫Density 那 那 你同影片 好像沒有講 那個 剛剛我有提到 那個 K-Minus Neighbor 那 K-Minus Neighbor 剛好是反過來 它 是把 K固定 然後 控制 球體 這殼的大型 給它體積去縮放 來 來配合Data 那邊我沒有看 它這兩個方法 從它書面講的精神是這樣 一個 這個 K-D是 它的 球體大小 是固定的 然後 去找它的 那個 K的密度分布最大 就配合Data 那 K-Minus Neighbor 是 反過來 它的 K 是固定的 它 K-Minus 我們 如果去看 一般的 Machine Learning 書 應該會有一小節 再講 這個 K-Minus Neighbor 基本上就是 我今天 我有一個 已知的 training data 樣本 然後 比如說 它書裡面 再介紹 最後再講 K-Minus Neighbor 應用在 分類問題上面 它就講說 比如說 我今天有 K類 OK 那 我有已知的Data 它是屬於 第一類的 第二類的 第三類的 比如說 否則 在第一類的Data 它的 是 在 這一個 我要取 K個 比如說 我現在已知的新Data 我要知道 它屬於 K類的哪一個 那 我就跟 每一類的 K個 Data 我取 其中的 K個 來比 看看 哪一個 Total Data 跟 屬於 這類的 K的Data 比例最大 它就是屬於 那一類 所以它書裡面 從 Km 除以 K 如果 沒記錯 整體的 對應 這一類的 K 的Data 它的比例最大 我就會認為 這個 新的Data 是屬於 這一類 比如說 總共有十類 這十類 都有十筆Data 屬於這十類 假設我這K等於 然後 K 這樣 都混在一起 十類 然後 我們每K取7好了 每一類取7個Data 來跟我這個 要被歸類的比 那 一般的 最簡單的算法就是 算它那個 Inglidians Distance 就是 平方 加起來開根號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方法 然後 算出來 跟 每一類的這 這7個 結果 它 是最將 Distance 最接近的 比如說 剛剛講的 整體的對應 那一類的 它是最大的 這本書 它是 用 球殼的觀念 就是 它把K 這時候 K是固定的 剛剛我講的 K等於7 它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K是固定的 但是 在這K的Data裡面 我如果找到一個FIT 這個Data表現的 一個球殼 所以它去縮放 那個 V 那個體積 VALUE 需要去找V 就 它等於說 它 它把 它跟 Cube 這個球殼 去做 體積縮放的動作 讓 這K 屬於這一類的 K的機率分佈 去FIT 這一個 它其實用球殼 可能是簡化 應該是一個 HIGHER DIMENSION的 一個維度的 一個 一個範圍 其實擴展開 它應該是多維度 它只是用一個 3D球殼的方式來 因為球殼才有體積 那你如果把它擴展到多維度 它就是一個 多維度的空間 那如果 把它縮在三圍 它就是那個球殼的 體積 它利用那個 縮方 那個球殼 它等於說 這個DATA 會落在這個球殼的上面 它要最大化 不會太小 你球殼太小的話 你 這K的點 會不夠多 太大的話 就會很散 所以它要 控制那個V 來 找到一個 適合的 那 用我們剛剛講 傳統 傳統的介紹方法 就是去算 跟這 不同類的K 哪一個 算出來結果 距離是最近 然後就跪到那類 前面的 Kernodality SMA的 剛好是相反 它的V是固定的 然後空子K 所以它後面衍生去調那個 經過換算之後去調那個H 你說它用不同的Kernod 大小 來FIT DATA 所以為什麼要叫Kernodensity SMAQ KDE 讀了這部分的時候 如果你有花時間去看懂 有心的話 你就可以回去 回頭去看 當初我們讀的那個 Handbook Data Science 那個 Python 的那個實作 它Psyche Learn 它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子用就可以 可能 會更有感覺 那時候我們在讀那本書的時候 很多講者 就是說 誒 這程式call this call this 結果就會得到這樣子 那 如果沒有去深究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時候沒有去讀相關的人 的 理論的東西的話 就不知道說 他為什麼這樣用是OK的 那 這時候 有這部分的一些理解 你覺得 哦 可能會有感覺說 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這樣子用 看起來他在用兩種方式去顧密度 一種是你一個體積裡面 你看有幾顆 好 這是一種我們常常會用的方法 然後一種就是說 你就是收集到多少顆 規定到多少顆 你看體積有多大 然後把那個取答數就是密度 等於說你算出來的跟哪一個是最接近的 最貴內 因為你不同類的 其實他castering會在不同區 他有自己的球 如果你把它看成資料是在一個球殼的表面 他會各自獨立 就是在不同的球殼上面 那你有沒有看 你是不是 不在球殼上面 有些在上面 有些在上面 有些在裡面 那這時候data 他就是 會估算 最接近哪一個 他就把它歸類在哪一個 那他可能 食物上面 他會很接近在兩類的中間 他只是比較偏一類 所以他是用距離的 距離 你去看他那個位置 然後他會不斷一直調整 不斷一直調 例如說原來這群可能這三群 可是接下來他又Random再選下雲 然後又 所以他是很多次也都算出來的 謝謝 那 這邊就是月三十多 大概看了這張的路上 然後今天報告就在這裡 謝謝 他來參加真的有 很想過這一點 我覺得 對講者是個挑戰 我剛才熟了一下 有六七十頁 對啊 他能消化 然後之前那個 NN design 好像就是 大自尊 二十頁左右 這一張好像特別多的樣子 因為 他等於說 這張是那個 MATHEMATICAL FUNDATION 所以 所以他 我覺得這一張 內容稍微多的 中堂比較辛苦 還是覺得很好 待會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就謝謝中堂 謝謝